中秋还剩一个柚子 柚子的前身都是宝 咱们不要把它扔掉了 今天咱们就用这个壳 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小零食 我们先将它一般般切开 这馕还是挺厚的 我们再将它缺薄一些 再将它切成小块 切好装盆中 加上的盐 用清水浸泡20分钟 20分钟后 泡出来的水还是有点黄的 咱们将它捞出来 直接放入浓水锅中 开大火将它煮开 煮开后再煮一两分钟 煮至肉皮完全吸足水分 像这样透明的状态就可以了 捞出直接泡在凉水中 每隔两个小时 换一次水 每一次换水都需要先挤干水分 再重新泡上清水 刚开始泡的时候水的颜色还是黄色的 大概泡五六次 直至泡至水便的清澈为止 同样将它挤干水分 装盘备用 净含量500克 锅中倒入300克清水 500克冰糖 没有可以用白糖代替 开中小火将糖鸡饼中化后 再倒入柚子皮 继续中小火熬煮 其过程需要时不时的翻动 待柚子皮的水分完全蒸发 并吸收了糖分 再关火不停的翻炒 将多余的糖炒出糖霜 像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对成品的干湿度不满意 可以将柚皮糖放在太阳或烤箱中低温烘烤 或是直接放在烤箱中最低温度 最长时间烤了两次 像这样就非常不错了 上面的柚皮糖就做好了 成品柚香十足 不会太甜也不腻口 平时可以当做润喉的小零食 非常不错 而且老少皆宜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